特斯拉股票大跌,这次特斯拉是不是真的凉了 马斯克想搞电动车啊,是不是一个时代彻底的结束了 那我们都知道啊,昨天的时候啊,特斯拉开了一场新的发布会 那在这场发布会上呢,特斯拉发布了三个产品啊 一款呢,是特斯拉的那个Robotaxi 就是它的这个完全自动驾驶的电动的这个出租车 还有一款呢,是完全自动驾驶的电动的这个公交车货车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晴天柱的机器人 那把AI放入晴天柱机器人以后呢 在未来很可能就会脱颖而出了 但是这个Robotaxi很有意思啊 就据马斯克的说法啊,是以后的世界是只要你拿出手机啊 你打开你的APP你就能看到你周边有多少Robotaxi 你需要车你点一下,这个Robotaxi呢就会开到你的面前来 然后你坐上就好了,这个Robotaxi呢实际上这一次也没有任何的方向盘 能把成本降到每公里0.2美元以下啊 然后如果是那种电动的公交车呢,和电动的货车呢 能降到每公里几美分吧,好像是说 在2026年啊就要投产 那这个东西一出来啊,有人就说马斯克就是在华大兵 为什么呢,他没有公布具体的技术细节 也没有公布其他的很多东西 只是说了自动驾驶 也没有公布内部的很详细的一个规划 然后最终呢,导致这场发布会 其实你说开的好不好呢 我个人认为产品是比较有新意的 但是开的并不好 导致最终很多特斯拉股票大跌 前几天特斯拉股票到高点的时候 260美元一股 现在只剩下217美元一股了 那所以说啊,这轮特斯拉就是还挺惨的 很多人就惊呼啊 是不是一个特斯拉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因为马斯克如果你搞不出来这个 就意味着你所谓的智能驾驶系统已经失败了呀 对不对 但是马斯克曾经有一句非常牛的话 他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相信特斯拉能搞出全智能驾驶系统 你不如把你手里的股票卖了 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啊 就等于是他告诉你了 他未来是一定能搞出这个智能驾驶系统的 那很多朋友说 那张思英呢,这次你损失产重吧 你也买了特斯拉啊 而且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为止的话呢 那股票降了这么多 是不是意味着特斯拉未来没戏了 那我们都知道股票降了 那就意味着大量人没有信心了 而且资本已经把这个钱从里面投出来了 大量的资本认为不买账 认为马斯克的这个东西就是在花大饼 那我说一说我的看法啊 那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有这个特斯拉股票的人啊 我是一个全仓特斯拉的人啊 但是这次我跟大家说啊 其实我在250 260高点的时候 我也已经润了 为什么润了呢 原因不是因为我不相信马斯克 也不是因为我不相信特斯拉 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他说他all in 董王的时候 那我就得论了 本质上不是说这不是说支持马斯克 或者支持董王的原因 而是因为啊 马斯克号称支持董王 这个风险带来的太大了 因为你的钱不如人家白朵多 你支持你的企业不如人家白朵多 你支持谁是不要紧的 但是如果就像马斯克说的 我all in 董王了 那董王赢了 那特斯拉肯定就打着翻的往上涨 那说明董王肯定会给特斯拉很多利好的政策 那如果董王输了 特斯拉就开始迎来一轮暴跌 那我总不能把股票放在这上面去赌吧 那赢了以后肯定瞬间会很多人入场 几天之内可能会拉到300多点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是啊 董王这边输了 那我觉得可能就会直接会从200多美元一股 直接跌到100多美元 甚至多的话可能会跌到100美元 80美元 这个我问我很多做金融的朋友 他们也都是这么看的 所以说这一轮吧 带给马斯克的考验还是挺大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了 一个月以后大选 他可能害怕董王输 再加上你这个发布会的产品 又没有过多的心意 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出逃 你明白吧 并不像很多朋友想的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其实从长久来看 咱们从长线来看 我还是更看好特斯拉的 即使这轮董王没有选上 马斯克all in的董王 马斯克还收拾了 但实际上啊 特斯拉这个企业也不会就此消失 因为毕竟他的东西还是没有人能替代嘛 毕竟他搞的星链啊 他搞的这个晴天柱机器人呢 包括他搞的这个未来的自动驾驶啊 其实还是更偏向于白走价值观的 只要马斯克这边认个从福克软 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美国也没有这个传统 就说你支持了一个人 只要这个人输了我就要把你给整死 那当年扎克伯格支持希拉里的时候 董王也没把扎克伯格整死吗 在美国无非就是我的政策不向着你了 不利好了 我可能对你调查多一点啊 或者是我的政策向着你了 对你利好了 对你的调查多一点 无非就是这个 所以说啊 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要是这一轮马斯克啊支持董王了 最终没赢 那特斯拉赢了一轮大跌 反而是入局的更好的时候 对吧 所以说我就先撤出来了 总之啊 我觉得这一轮特斯拉啊 的暴跌并不像很多朋友说的 一个时代结束了啊 智能驾驶就结束了啊 整个这个就结束了啊 相反 我是非常看好智能驾驶这个领域的 包括特斯拉在未来的布局的 你包括他的星链啊 他的整个的自动驾驶 把这个AI放在车辆上啊 跟霹雳游侠那辆车一样 包括这个晴天驻机器人 我是在未来很看好这个东西的 但是啊 马斯克由于跟董王深度绑定 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啊 避险肯定还是要避的嘛 那很多朋友就说 那万一董王赢了呢 那这个股票也拉起来 你再进还来得及吗 那不要紧呢 我也没有全撤出来 对吧 毕竟还是留了一部分 如果要是输了 那我就亏不了那么多钱嘛 如果要是赚了啊 咱们少赚当赢嘛 对不对 我可以中途再追加嘛 啊 等到拉到三百点 再给他退出来嘛 对吧 所以说啊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一轮马斯克的这个股票暴跌 跟他的政治选择 有很大的关系 并不像朋友们想的 他的技术铺接了 关键是在于 马斯克的政治立场的问题 大量的钱 还是向着白左这边的 人家啊 收着你来了 明白吧 给你个下马威啊 但是马斯克应该是不吃这一套的啊 所以说啊 支持马斯克的朋友啊 也不用那么担心啊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事情 即使是董王选输了啊 特斯拉的股票腰斩了 也不会就是一阵 它还会涨回来的 因为毕竟 2025年年底 2026年 当这个全驾驶系统的出租车 开始上线 并大量的取代 传统燃油车的时候 那个才是特斯拉的爆发的点 而且你知道大量的时候 现在这些传统车企 都在给特斯拉下马威 因为特斯拉的最终目标 是干死所有的传统车企嘛 那你想想 这些车企 那都害怕谁啊 那肯定都害怕马斯克的这个 搞的这些东西嘛 所以说 除了转型要做电车以外 还有 就是能把马斯克的这个东西 尽量的往下拉 就尽量的给它设置障碍 这个也是一大原因啊 那行吧 这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以后什么有意思话题呢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